两周前对冤队长尊闻国中脱禁的高种但很不松 因为是平安装的危机 甘旧资争带来 可以真的来露室不用云荣耀的目标 在五周前你就开始利用办公的时间 来导致幽站网站的资产 希望可以用大家来困境 健康没有特别好吃然后 也为自己来开村的不同的定期阵性 因为在中了乡到二十里山 过房间没多久 对等看到楼边 窃到大大的湿液里 好充王莱 刚才上当亲人家以外 也因为在王莱餐边 在这儿还收 实际王莱的新鲜好者 过了不准 火熬二十分钟以上 然后把那个扎绿掉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凤梨水 原来厚长王莱的老家 丹靖松就是在地 松本国中退休的厚长 同时就是因为食品安全的危机 和他固定退休以后 要来开始进展 在这儿健康无论有的水果 让大家吃到安心 那职场三十五年以后 就想做一个另外的生涯规划 那再加上一个食安的问题 非常严重 所以为了跟大家分享健康 所以退休后以后 然后想说从事雾龙 那么雾龙的话 我们自己本身不是专业嘛 所以为了选择 这个比较好照顾的 第一个不怕干旱 第二个不怕台风 第三个有机也可以种得起来 没荣药也可以种得起来的 所以当时就选择了凤梨 坚持使用优异在前的过程 其实相当困难 家庄等好住 我们就没有什么相关背景 不过在这儿几年的研究 家庄向曾经在过 新农中的农民在核心之下 不但进出来往来 第一个没家 也映画出不一样的相关申品 希望当中健康 分享给大家 是一个86年得神龙奖的张先生 其实他对种凤梨 因为种凤梨得神龙奖 所以他有很多专业 第一个他教我的 为什么有机凤梨会获得人认同 第一个他健康嘛 第二个本身呢 他凤梨酵素非常的高 那本身没有荣药的凤梨皮 他也可以煮凤梨水 是非常好的一个天然饮品 也可以整场味也可以消暑 所以就开发了一些凤梨相关的产品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个有机的凤梨 让大家一起来做 来维护自己的健康 在九尾街 毫无35年的退休校长 医疗不一样的方式 来奉行社会 不然为自己 开除了不一样的灵性 会让自己在今水果的坚持 来提醒大家 是品安全的重要 记得有算 参考报道 我们下期待